电视剧《熟年》中宋丹丹饰演的吴二虎又发飙了 庆家母第一次来家里 本来是报喜的 说给小两口买了房 虽然不是全款 但好歹是给了首付 剩下的贷款由倪俊和刘红彦慢慢还 但是听到房产证上写的是庆家母一个人的名字 吴二虎直接撂下脸 下了桌 真是不给庆家母任何颜面了 之后她在房间内发飙了 大骂庆家母搞阴谋 想要坑她家的钱 还想把倪俊带走 她受不了 问题是 熟年中宋丹丹饰演的吴二虎 是一点格局和城府都没有啊 她有这种担忧可以理解 毕竟现实中就有类似的案例 女方结婚后通过房产把男方的钱给拿走了 但这毕竟是庆家母第一次来 你有啥想法 能不能等庆家母走了 你和倪伟民好好商量商量 看看怎么办 直接在饭局上耍脸色 算怎么一回事 就是她直接把矛盾激化的毛病 太令人不是了 更何况 这一切都是她的预测 还不是事实 后面吴二虎还说 庆家母想要夺走倪俊来着 毕竟新买的房子和吴二虎家太远 以后倪俊和刘红艳到那边去住了 就和庆家母走得近了 自己这当妈的就无后了 要是倪俊和刘红艳离婚了 房子是人家的 倪俊就亏大了 但是她也不想想 人家庆家母 可是把自己全部积蓄都拿来买房了 你吴二虎要是有担心 那就别摔脸色 庆家母那多少钱 你就拿多少钱 之后房产证上写倪俊和刘红艳两人的名字 剩下的小两口自己还贷款不久好了 至于小两口住哪里的问题 以及和谁亲近的问题 其实都是多虑的 这主要看倪俊和刘红艳是什么样的人 和住哪里还没太大关系 其实 熟年忠宋丹丹饰演的吴二虎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她是真心不想让儿子好过呀 她这么大的人了 应该清楚 如果自己把倪俊和刘红艳之间分得清清楚楚 永远把刘红艳当外人 那么倪俊的婚姻根本就无法维持 表面上的亲近是难以持久的 反观庆家母是真心为女儿考虑 同意把房产证上的名字改成小两口的 这个吴二虎肯定同意 但她也太双标 自己担心自己的钱被坑 怎么就不替庆家母想想 人家花光自己积蓄买的房 人家怎么就不怕被倪俊坑 只能说一个太过算计 为自己考虑的太多 一个是为了女儿考虑的太多 要说坑钱的事情 好像是一旦离婚后 倪俊只要能够证明自己偿还房贷了 是可以分的部分房产的 不是会人财两空的 结果就是 熟年钟颂丹丹饰演的吴二虎搞这么一出 房子别想要了 刘红艳起不过 坚持要离婚了 倪俊又不顶事 这婚姻已经难以维持了 这是吴二虎想要看到的画面吗 儿子把日子过得一团糟 他心里就舒服了 只能说吴二虎徒有小聪明而已 熟年钟刘亦军饰演的倪伟强回来后 想要和张春梅复合的心思是藏不住的 张春梅则在犹豫 其实张春梅在剧中的设定是那种 放过一座山就不会回头的人 他说从杂志社辞职就辞职了 从来不会后悔自己做过的决定 如今他已经快熟悉没有倪伟强的生活了 但这个时候倪伟强回来了 他更多的是想维持现状 对于复合问题 张春梅没有答案 因此倪伟强要重新追去张春梅才可以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要怪只能怪当初他太发狂了 把张春梅伤得很深 如今倪伟强的情敌也是出现了 就是养老院的院长 豪磊饰演的张春梅说过 自己辞职后 慢慢找新工作 这不 机会来了 他偶然碰到了院长 就想着一起合作 做养老院的项目了 因此和院长接触比较频繁 这下子倪伟强不淡定了 还说了张春梅和院长之间的工作也不搭呀 其实就是吃错了 他有危机感了 毕竟张春梅是单身 自己是想复合 可以要考虑前妻的态度吗 情敌已经出现 倪伟强估计不会再等了 要重新追求张春梅 他担心再晚一步的话 前妻就真的成为前妻了